看了周星驰拍戏时的认真程度 才明白他的电影为何百看不厌了 电影现在对我来说也是我生命的意义 拍电影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 我才真正的找到开心和快乐 大内密探零零发中张达明饰演的 拥有三千加厉的悲催皇帝 无疑是全片的戏剧担当 然而看的时候有多搞笑 拍的时候他就有多害怕 电影中有一幕掌握周星驰的场面 要知道星爷不仅是男主 更是一位老板 所以张达明自然不敢下手 可又是剧情设定 张达明只好象征性的打了一下 打完就连忙向他道歉 但周星驰觉得 这样根本拍不出真实的效果 于是要求对方下狠手 起初张达明还是不敢 反复打了六次星爷都不满意 为了说服张达明配合 星爷表示 你狠狠打一次直接拍好 这样我还可以少挨几次 最后张达明闭着眼 一掌打在了周星驰脸上 而张达明吓得 打完之后 手还一直在抖 我真的很怕 真的很怕 很多人在贪着我打他 我真的很 还有在功夫中 与包足婆的打戏 周星驰依旧是挨打的角色 圆秋怕伤着他 刚开始也是不敢下狠手 因此这场戏 同样恩机很多遍 为了赶拍进度 周星驰让圆秋放开了打 眼看星爷都放话了 圆秋就拿出了自己真本领 他把全身力气 都放在手中的拖鞋上 对着周星驰一顿打 按照原本的设定 周星驰是站着挨打的 可谁知圆秋的手劲 大到出奇 疼到没办法的星爷 就下意识躲开了 圆秋也随机应变 一边追着周星驰打 一边讲台词 场面十分搞笑 仔细听的话 还能听到两声 周星驰喊咖的声音 不过比起星爷被打 喜剧之王中的这段戏份 才是最让人佩服的 片中周星驰是眼眸文卫的替身 要被火烧胳膊 火势在周星驰胳膊上 大概持续了两分钟 最后实在扛不住 工作人员才把火扑灭 而在现实的拍摄中 周星驰同样是亲自上阵 前后拍了几十分钟 直到被稍受伤了 才停拍通过 都知道星爷一向戏比天大 对自己都这么严格 跟他合作过的演员 肯定也吃了不少苦头 比如少林足球里 演员都是拿出命来拍的 所以最后没有不受伤的 先是旋风帝堂腿二师兄 手臂骨折 但还是要继续拍摄 四师兄陈国坤拍戏过程中 直接摔断一个肋骨 而六弟肥仔葱 腿也受了重伤 细心的观众能发现 最后和魔鬼队对决 球员出场时 肥仔葱没在队伍里 到了中间 才一瘸一拐地走上来 要说受伤最严重的 还是大师兄 黄一飞 从他表演铁头功到立的时候 就差点引发脑衣血 还有在酒吧被老板用酒瓶子 砸头的片段 拍摄时 星爷选用了仿真度高 硬度高的瓶子 连续在黄一飞头上砸了八个 黄一飞的脑袋瞬间出血 剥八个瓶 再来再来 不行不行 碎了 你轻手就不好 剥个八个瓶 剧组人员看到他受伤 都吓坏了 不忍心看黄一飞继续被砸 就收起了剩下四个瓶子 片中黄一飞 被人从后面用瓶子袭击 依旧是砸头顶 由于袭击他的演员 没掌握好力度 用瓶子最后使的地方 砸中了黄一飞的头 导致他当场晕倒 此外 片中黄一飞还有一句这样的台词 就这一句台词 因为没有说到兴言满意 全剧组陪着他拍了三十个小时 由此可见 这句话不仅仅是台词 更是大师兄发自肺腹的独白 说到电影功夫 他之所以能成功 除了演员的用心 电影配乐也是发挥到了极致 全片用到了古典民乐 经典夕阳乐 老上海音乐 也有为电影原创的音乐 可以说光是配乐 就能秒杀很多所谓的音乐电影 看看幕后制作就知道 并不夸张 首先光是包租婆出场 就有六种以上配乐 整部电影使用过的背景音乐 更是有三十多少 而为了追求电脑不能比拟的震撼效果 周星驰花重金 聘请了一支交响乐队 没日没夜的惊心打磨 乐队成员几乎垫到崩溃 拍摄片中天蚕地蚕 大战猪龙寨三大高手时 星爷也是极为认真 从幕后花絮可以看出 天蚕地蚕用的古装琴法 是星爷请了一位古装老师来教的 就连摄影师运镜 也是周星驰亲自上手指导 当然星爷的认真程度还不止如此 在《西游降魔》片中 虽然他没有出演角色 但星爷说过 这是他演的最多的一部电影 因为他一个人演了里面的所有角色 《西游》这个电影是我拍过电影当中 演出最多的一个电影 就是我一个人演了里面的所有的角色 片中舒淇的打戏 要怎么打 手要太多高 周星驰都是先预演一遍 等舒淇拍完一段 他再查看摄像机里的画面 如果不行 还要重新来 不仅是对主角 对配角 星爷也是一视同仁 片中周秀娜和文章跳热舞的场面 也是十分经典的 周星驰这时候 更是化身性感导演 亲自为文章和周秀娜示范标准动作 文章的每次甩胯 周秀娜的每次抛媚眼 都得益于星爷的绝对真传 每一个都很耐心的去教 教我们要去 就是那场戏要怎么做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一个很好的导演 值得一提的是 文章跳舞这场戏 还发生了不愉快 当时星爷点续NG了53次 这让老电影人文章感觉很丢脸 于是他壮起胆子问 这样不是很好吗 大家能乐不就行了 星爷也看出了文章不耐烦了 他对文章说 如果只是让观众们乐 那只是一场闹剧 不会成为经典 想要成为经典 就必须是一场喜剧 让观众笑完 还能反复留恋 听完这话 文章对星爷彻底服气 周星驰的这种严格要求和敬业精神 让他的作品始终保持着高质量 与他合作过的演员也表示 虽然拍摄过程中压力很大 但事后再看周星驰的影视作品 都是源源不断的好评 这个电影 比如说 希望你的音乐可以好一点 比如说 特效可以好一点 还有画面也可以好一点 假如是3D也希望可以好一点 每一个东西都可以好一点点 然后加起来就可能好很多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想了解的人物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然后后来拍了37条 37条是什么概念 我用了9000词的照片 他只是想你 要超越你自己 不是说你要做到你自己 你给他看到你超越自己 他就OK 其实没有新年 没有周星驰 根本我们那帮人都不止一体 全都是因为周星驰 我们才有 我们今天所有的一起